中国女足杨威亚洲杯 回国之后受到簇拥 并且受到不少的奖励 值得一提的就是 除了上千万的团队奖金之外 王珊珊受到家乡一百万的奖励 张宁燕受到十万元的奖励 而主教练水庆霞 也受到了国际米兰的一键签名球衣 万万没想到的就是 男足方面马上进行危机攻关 先是补招十名裹脚增强球队实力 然后传出中超球员的鼎心降两百万 也就是从原来的五百万的鼎心 变为三百万的鼎心受尊重 王珊珊被奖励一百万女足教练 受过米球衣中国商人投资的 意大利著名俱乐部国际米兰 近日发布了一则消息关于送球衣的 国际米兰在社交账号上传了一张图片 一件亲民的国际米兰球衣背后还印着诗语 而且该信息还附文称 我们蔚蓝黑大家庭里 有这样一位内拉感到自豪 猜猜她是谁 有什么想对她说的 据悉 这一件球衣 是赠送给率队捧起女足亚洲杯的主教练水庆霞的 她通过超越前人的真正的任人危险 将拥有强大实力的中国女足姑娘集结在一起 并且在比赛当中 水庆霞通过调兵遣将创造奇迹 连杀日本队和韩国队 时隔多年捧起了亚洲冠军奖杯 当然 还有些更加实际的 王珊珊收到了河南洛阳一百万元的奖励 张宁燕收到了四川将有奖励的十万元 危机公关 媒体爆料中国男足将与女足同工同筹在中国女足成为国民偶像之后 中国男足是坐不住了 首先 李肖鹏补招了十名国脚 而广州队有五名球员成为国脚大户 毕竟还有两场十二强赛 再输下去也不是什么办法 随后 因为国足球员公开表示 喜欢吃海参被球迷吐槽 赞助商也突然销声匿迹了 而就在最近 有媒体曝光中超联赛可能在降薪 根据国内媒体的消息称 中超球员可能在2022赛季签订新合同的时候 从原来的顶薪500万会降到300万 也就是说 球员如果获得顶薪合同 税后拿不到200万 而有一些媒体预测 中国男足很可能与中国女足出现同工同筹的情况 当然 这可能是天荒夜谭 万一中国男足降薪 整个市场出现滑落的话 中国女足也会受到影响 正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中国女足在亚洲杯连续逆转对手捧起了冠军 水庆霞 王珊珊 王霜 张明燕等人完成自身水平的升华 而这一个冠军 也为急速堕落的中国足球注入了一支强心针 当然 无论中国男足做出怎么样的危机攻关 都需要脚踏实地做好每一步 才可以获得真挚的尊重